王2000这场抢7规则的比赛,谁先拿到7分,谁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本场比赛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两位好朋友,左边是广东小孩,右边是湖北的成龙 本场比赛是小孩用3分,成龙用主力来对局 谁先拿到7分,谁拿到300,谁输了,谁拿到100的地方 那么现在小孩的塔控马戏,成龙的手法八神安了 这个运气对于小孩来说还是可以的 你看,系统给他分配到了塔库马,还有个拉尔夫,还可以 成龙现在跟他打到了一个中间站的一个地面了 都剩下两个人,哈希身权来了 我们看看成龙这边叫出严重重障 哈希来了,无限哈希 传世中的无限哈希身权,是无限连 晚上好,拉风大人,过连好 好,那么现在对局来到了小孩的手底,拉尔夫 拉尔夫铁锹无敌,龙哥倒地,再次可以教出自己的援助 系绳开启,准备毒小孩 怎么办 小孩拉尔夫现在只有一气 成龙紧追不舍 小孩说你不要过来啊 不要过来呀 龙哥被小孩指头杀的精神时间被消掉了 抓一个低头 怎么办 还有最后的一下呢 龙哥一个滑铲,扣到了小孩的下段 比分变成2比5了 这场对局是抢7局啊 这一币如果说成龙再赢的话 他就拿到赛点局了 喜欢全黄的朋友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看到咱们这个视频 第一次刷到这个主播啊 大家先点个关注好吧 点击关注 加入咱们的粉分啊 麦克啊,成龙太不赢了 现在这把小孩 随意遇到了塞丝林 还不错啊 还有一个微谱 他运气这把还是不错的 系统给小孩随意遇到他比较熟悉的角色 有一个林,有一个微谱 再次是做援助的 龙浩,这局小孩不赢说不去啊 你记得这把能赢吗 哎哟 解锋抓对方AB 熟掌再次召唤出来 那么这一套打完之后 一股能量注入给了微谱体内 微谱已经丢了 没了 还有两管血留给龙哥啊 龙哥今天晚上打到这个项目 找到了久违 久违的胜利的能喜悦 九九项目成龙是赢了 以7比4的优势拿下了小孩 我小孩也不是好惹的 一个暴力飓风蒙古迪炒比达地 KO掉了巴神 巴神这里屁股还没有做热乎 被对方又从凳子上踹下去了 还有一个赛斯配上一个温尼莎 这不是直播啊 在哪看出来不是直播的理论啊 不是直播啊 欢迎玩玩兄弟 过年好 我们来看一看 这小孩的 哦 哦 玩你飘跑拳 小孩的踪脏 脸又被打成了猪猴一样了 死了啦 尊义麻将鸡 新年快乐 过年好 现在直接变成了 哦 哦 呦 是个凹了一个大招啊 大招对空的 这小孩的踪脏 能不能打出无限连 他现在缺少一颗气啊 后尾D抓一个环体变化拳 怎么办 龙哥的赛斯被小孩的链给他KO掉了 嗯 第三的链现在缺一颗气啊 刚才被小孩打了一套无限连的 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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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抱了激身了 龙哥叫圆祝掩护自己 哈 双方都有无限的 来了 小孩又来一套无限连 最后有个不可防 两倍伤害 你看看 龙哥只要周军妈的好气啊 这里的树 给他点个半给小孩点个半吧 对吧